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各位福尚大家晚上好 六祖传经美经的前面九品都讲解过了 今天开始要讲解最后一品第十品的副主品 这一品可以说是六祖大师在生前 集合了他的弟子为他们交代 丁临这个佛法的传承应该怎么样的流通 还有政治见的培养 那一般这个副主品就是所谓的经典里面的流通品 流通的意思怎么样流通 那换言之也是六祖大师特别叮临弟子们 而后在注持佛法的时候要怎么样的去弘化 乃至对于未来佛法注持世间的一个知见的培养 还有建立蛮重要的 这一品其实虽然是放在最后一品里 它有一种双方的一个关系 一方面是六祖大师他老人家要入捏盘 要入捏盘 入捏盘可以说是对人生整个的生命过程的一个圆满的具点 他要怎么样的交代他的弟子面对 面对种种的考验 尤其面对六祖大师要离开了这个人间 要入捏盘 那弟子的境界到底到什么境界了 其实也是六祖大师他在怎么样 要他的弟子把成绩交出来看看你境界当哪里 当你听到了你的亲人要入捏盘 你的心境是什么一个心境 那六祖大师他集合了他的弟子 他们先交代好清楚 然后告诉他他什么时候要入捏盘 这个就修行的角度而已 一位在正路的大师 他绝对可以知道自知实知的 什么时候要离开的绝对不含盘的 而且是非常明确的非常肯定的 因为这一个色身对他而言 他本来就是一个幻化的 本来就是了脱生死来去救自如的 毫无障碍 这种障碍在他内心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指标性的因素就是 智慧非常的明瞭 能够了知过去现在未来 而且自己本身要到哪里去都清清楚楚的 绝对不只那 就是明火 那有人就也曾经提问过 一个开悟者 入捏盘 和一般人的往生到底不一样 那决然是不同的 我们姑且不谈说他入捏盘到什么地方去 我们就从他面临一个生老变死的 这样的一个现象过程的时候 他心性的起伏 一个是惶恐不安 一个是怎么样 安然自在 甚至有些长老祖孙是怎么样 是非常自然的 盘腿打坐这样祝化的 甚至我们在佛号经里面也会看到这个 这个药王菩萨是自己用丧面遮盘把射身给烧掉的 男生共活 那像广亲老儿上 他是带着大众捏喉咪高贵 喉咪高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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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生命结束的那种过程是全然不同的 因为他很清楚这个射身怎么怎么摆坏 怎么要舍离的时候 不能完全的站着 他必须该舍离有时候要舍离 那世间本来任何一件事情 本来就非石油 既非石油对一个修行者而言 他怎么去面对自己所认知的生老病史 像佛佐自己活到了八十岁也要入灭盘 他跟人家讲 诸法无常诸行无常 一切都无常 那一切都无常 包括佛的射身也无常 但是佛的法身是怎么样 常住在世 是因为他的射身的结束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谈到这个佛师品里面 正好是佛佐大师来告诉我们 对世间的一种看法 他用很多很多的善巧的方法来告诉我们 面对人生种种的这种处境 怎么样去面对他 那我们也可以借用在佛同品这个部分 佛佐大师的这种处境 佛佐大师在教导地质的时候的一些运用的方法 我们可以拿来在自己的生活上去思考 很多事情都是相对待的 很多事情都是你 面对了一你就相对面对了二 两者之间都有他一个道理 因此我们更不够肯定到 在人的生活当中尤其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当我们在肯定别人的时候 你在鼓励别人的时候 你等于是在肯定自己的肯定自己 这是相对的 我举一个例子 有一位要学歌唱的一个 一位女生去找一位明教授 教她唱歌的方法 这个明教授也复取了她 她教导了一段时间 教导过后 她要验收她的成绩 就请这位女歌手来实际的演唱 唱开一看 她就很耐力的唱 唱完了之后 她很开心的就去问这个老生 老师她说 你觉得我的歌声好不好 所以老师就跟她讲 你这个歌声 假如如果在趴会的时候 来唱过趴会 这种话听起来很常 你知道吗 这种救火的时候来唱更适当 一时之间让那个学生觉得怎么样 当初是你肯定我要教导我 你现在否定了我的歌唱不好 那你等于是否定 你自己教的也不好啊 那那个老师说 不懂我的道理啊 你以为说我这样讲好像很幽默 其实你刚好也是怎么样 反升到自己 那当我们面临的那个处境 都是在刹那间在思考 就要判断的 判断 你不能说我想一下 再跟你回答答案 开悟与否就在于你刹那间 境界考验陷阱的时候 你可以明确的明白什么事 可以做什么事不可做 何为证何为邪 是非常明确的 而不含糊的 他不会怎么样 还不会有所谓的讲错话 做错事的问题 因为既是开悟者 就没有讲错话 做错事的原因 唯有 迷失 迷失的人 才会有讲错话 做错事 所以凡夫和圣者之 所有最大的差事来去 凡夫又怎么样 会不断的犯错 圣人怎么样 圣人是不容许有犯错啊 他才是一个所谓的圣者 阿罗汉就是要断除贪生之 才成为阿罗汉 若还有贪生之 还可以成为阿罗汉 那谁都可以成为阿罗汉 了解这个道理 所以六祖大师在流通品的时候 他非常明确的 要教导他的弟子 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修行 甚至耳后呢 在注持佛法的时候 要怎么去教导弟子 好 那我们来看看流通品 诗摆了三十分就这里 诗就是六祖大师 有一天 一日换门人 法海至臣 法达神会 至常至通至侧 至道至真 法真法如 如事 如等 法如等约 他召唤的这些门人 这些都是未来的 在禅宗里面 都是小叮当的大文物 像法海禅师 至臣 法达 尤其是神会和尚 更是在禅宗里面 举足轻重 至常 至通 至侧 他们都在禅宗的这个 语录里面 祖师堂里面 都有他们相关教导禅法的 这个 我们的 佛光山有编辑一套禅杖 禅宗的禅 大当天很大 禅杖 这个 收集了很多相关于禅宗的一些 资料文献 很丰富 很丰富 那里面呢 这 刚刚提到这几个大法师呢 就占了 多 绝大部分的一个 语录在里面 那六祖大师呢 会找这些门人台啊 是别有用意的 为什么 在大师的教导之下 众生的根气 属于哪一种根气 他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哪些人 或能够住职正法 甚至能够弘扬火法 光大火法的人 也大概都怎样 很清楚很明白 就好比你刚刚老师呢 你的学生哪些人 你天天在接触哪些学生的知识 好比我坏 甚至他的心性怎么样 大概都会怎么样 清楚 但是修行者呢 跟一般 老师的教学不同 老师在教学上 一般时候是以成绩 或者操心来衡量他 但是一个学佛者修行者 他绝对不是以成绩 他更清楚明白的是他的智慧 这个智慧是从哪里来的 有点不是一天放出来的 是他的什么 独厚的善根 善根 善根音乐 在经典里面呢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他的一些 所谓德本 不管是讲德本或者是善根 就是一个修行者音乐 这个最大的一个差异 包括在法华经也是 法华经是在 跟弟子授记的时候 也是从上根期的先授记 在中根期 在下根期 也有在这里也是 那六指大师呢 找了这些门人 他说呢 如等不同于人 为什么这么多人 只找了他们几位来 说你们跟别人不一样 不一样这个嘛 他们具有的政治界 还有他们的福德因缘 还有他们的智慧 都比较略高点 也所谓的总称就是所谓 属于上根期的弟子 那以我们现在来看这种 所谓的得益人生 因为老师都有他的得益人生 就是他 他真的吸收了师父的怎么样 的教导传承 所以我们称了所谓的 得益人生 或者怎么样 所谓的入室弟子 入门弟子 很多老师收了很多学生 可是哪几位是入室的弟子 他自己非常的清楚 所以这几位可以说是 跟随六祖大师修行一段时间 可以说是六祖大师所认可的 所谓的入门弟子 入室弟子 这个入室弟子是有道理的 这个我们下一次要跟各位来分享 讲解这个维摩节经里面 就会谈到 何为入室弟子 还有所谓的方丈是什么意思 这都是维摩节居士 他们很独特的写照 因为他生病的时候 在他的疗法里面休息 那近来不是来看病的 不是来慰问的 他虽然视线生病 他真的有病吗 有人就去问他 维摩节居士啊 你生病了 是因为众生有病我才有病 众生没病我就没病了 那近来的看我有病 你自己就是先有病了 所以何为入室弟子 进来的人没病他就没病了 那个刷官里面那很独特的就是 那就是维摩节居士 那个所谓路士帝 还有怎么样 方丈就是他的了法 就是怎么样 就是这个所谓的一丈四方 就称了方丈 可是一丈四方不大 一丈只有怎么样 十岁嘛 对不对 有些是一丈十岁 十岁四方 可是进来的人得一荣纳多少 会荣纳无量无边的人 还多人在一起进来 明明他得一丈四方 怎么可以这么多人指进来 佛陀的五百地址 八方天龙八部 人非人等 这么多人都可以挤在 一个方丈四里面 他就因为这样 以后的住持和上 我们都称了方丈 他们的量 智慧各方面都要怎么样 要像这样的 这么高深 跟他们的一种 所以方丈 是也有这个独特的 这样的说法 这是我们 下一次再跟各位讲 这个维摩节经的时候 再想要进来来送 这个维摩节经蛮精彩 各位有空 可以回去先帮您帮 独送 好 这里是谈到这个 这个歌主大师 他说这些人 这些弟子 不同于其他的人 是因为他们的根器 政治政见也比较具足 他说我灭度后 把他们召集来 他们进来做讲得很清楚 我灭度以后 你们都各为一方老师 住持一方的这个民师 我经交流说法 不失本路 我现在告诉你说法 是告诉你 这个交流说法 说法是告诉他们 教授他们 不是只是教他们怎么讲话而已 是告诉他们 如何的去面对 种种修行境界 而能够很明确的 跟众生指出一条命路 比如说我们今天身为科学家 你要讲的当然是科学的内容 那你今天身为佛法的教授 你要跟众生讲的是哪一些 你不要扯太多 扯太多 脱离了这个内容 大概讲的都是对佛法 像今天报纸 头版第一天就看到了 这个宗教法师竟然卖色力的 所以我这一次去南部我就听到这件事情 他们在问我说 没有这么多设例可以卖 这真的也知道 你说为什么 他们说是真的 第一 这个为了迎佛牙 我们惠居还有这个佛光山 都到机场去迎接 是全国上下的佛地址 是这样勾迎佛牙设立的 这么多设例可以卖 别骗了 你说是不是真的 结果咱们说 没有人家说你这些事情 不要抗 我是不知道是 在抗是 是不是同一个人同一件事 我就 我当然就举办法会 要带佛国土的设例馆 那种东西 这个佛土的设例两千多年 现在是 是国宝级的人 是要派多少的这个 国军部队去保护他的 可以容许这要随便去卖吗 你说一两个流通出来 还算了 还可以多少可以卖 理由是因为他会生 也不生那么快的 所以 用这个来说佛法的话 那我们用肉主大师的智慧去警战 因为他就是已经怎样偏离了 只有偏离我们身为佛地 只能就还很审慎的去思考 是不是 偏离的正法 假如不断在跟你讲一些怪力乱神的 神通的 甚至 拜了佛牙设例 你也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神迹感应 这个 我们就要很深刻的去体会 不知道说回来好多人 也都会无知而 盲目的去 重新 这方面的 说法 蛮奇怪的 那也因为 今天我们在 在学院的时候 也有学生对到这个问题 那据我说 我们台湾的 佛弟子 蛮虔诚的 真的对佛 供养佛的 这份真诚信念 真的是很很大的 也因为这样很容易 这个那样 产生了一种 必要的麻烦 所以不断地跟 居士们在鼓励 因为 要顾持的是一个正法 而且要很明确的 很清楚的了解到 你所做的是什么事情 而不是 盲目的 这种盲修侠念 可能到最后 会有问题 那 其实从你这个角度 就去盲修侠念 自己本身内心里面 那个贪症痴 早就住在你面前 你一个内心里面有贪症痴 你只要去盘了外面的贪症痴 才会有所相应 你内心没了贪症痴 它再怎么样的苦惑 也影响不了你 你顶多跟他合作讲就离开了 因为这是很自然的 你内心无有贪症痴 你就不会去跟贪症痴做朋友 你内心是界定会 当然这个法 他看到你 他也不感觉你 因为有太多的这种独义性 这是第二种说法 就是 但是这件事情 对我们活调的冲击 相当也是难以下来 两次讲 这应该 又不复得这个 又大报纸的这个头版 对 尤其我们现在社会媒体 有24小时播放的 播一次 那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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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议一下 对 这个宣传力 媒体宣传力是很强的 对 是很强的 好 那我们都不在 那是体外话 所以 若主大师就跟弟子讲 要讲的内容 就是讲哪些 你偏离的这些内容 大概讲的就是怎么样 已经偏离掉了 偏离掉了 好 但我们呢 他说 我灭入后 我灭入后 就是 若主大师 涅槃之后 这些弟子 都各为一方 一方的迷失 教导信众 我现在教如说法 不失本 我先告诉你们 这个 终止 目的 先 先需举三颗法 所法 必须先举三颗 三颗的内容 就是佛法就是在谈这些 你不看这些 三颗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 五蕴六路十八界 佛法在谈就是世间的现象界 那换言之 但是在阿哈基里面 还有在 又这个运顺导师的佛法该路里面的 第三章有谈一个 以人为本的佛法 佛法是以人为本来说的 佛法绝对不是离开人来说的 我绝对是以人为本而说的 那以人为本的佛法呢 谈的佛法就是五蕴 十二路十八界 都是跟我们现象界直接相关的 绝对不是离开那个 那个无法被检验的 不是讲那个我们看不大的 比如说有人说 哇师父我打坐的时候 坐到这个灵魂开窍到天上 跟谁讲话看到了什么 好像都咬了那些话 大概我听到这个到这个 大概就好了 你就偏离现象界了 哇 我成绩就拼碰过这一类的 哇 他打坐的时候 坐到这个好像这个 这个头顶上面热热的 像一口气冲到天上 看到了什么 是你跟谁讲话 我是不好意思给他讲 要不要去看这个精神科 我说你是不是方法修行有错 稍微在调整一下 当然我们这个是 这个已经是什么 已经偏离现象界 哪里解念的 是根本无法解念的内容 你说他修行进阶到什么程度 佛陀根本不讲这些 要嘛要讲这些 除非他们两个的这个 这个层级似的那 是一样的才可以来谈嘛 天本跟天本讲话你可以接受啊 我们人与人讲话可以接受 人与人讲话可以接受 不同层级啊 了解意思吗 一样的道理 那我们既然佛法是以人为本的 就是要处理人的问题 处理我们的烦恼 这个烦恼的指示 烦恼停止了自然谱底做现实 你不需要去找谱底 只要能够把我们人的问题 这个性向界的问题 弄清楚了 那很多很多的问题就可以被他继续了 那假如说打坐的时候 你打坐有什么一种感定 你看到了什么 甚至你打坐 那个比如说我们打坐说 你坐到色残天 那么打坐色残天 不是你整个人飞到天上去 而是你那一个心境 如同二残天的那个意境 而且那个意境是 是非常清楚明白的 只会你自己有到那个境界 你知道二残天 到二残天是怎样一个境界 身心是怎样的变化 非常非常的柔软 那是自己可以去体验得到 那有像这一类像佛陀 世尊开悟之后 他为什么不讲法 因为我讲的我的境界的话 你会没有体验过 你会无以为怎样 好怕呀 因为不图真集讲出来可能 有可能 所以你看到世尊一开悟的时候 在讲《华严经》 28天讲《华严经》 壮生怎么样 如荣如雅 你的功诚好听 你看他介绍是佛陀严的世界 你看那个入法戒品 你看那个上才童子五十三餐 那些境界 他不可思议了 所以他都不知道 不然把他看过了 他们当然听不懂 所以佛陀呢 就是什么 讲《华严经》讲完之后 马上拉回来 跟他们讲《阿喊经》 讲《现象介入》 讲我们这个 种种人的根本的问题去处理 所以他们讲 这三科就是他们语音 十二路 十二路 十八路 就是运入境 是这三个 佛法也不看这三个道理来谈 那这个三个道理呢 之前在课堂上也跟各位 分析过 有些人比较染拙于色法的 染拙于这个西法的 染拙于西法的 是就跟他讲 武云他大概就懂了 色受想行事 他比较执着于心法 你都跟他解释 色受想行事是什么道理 讲完 他有些是比较执着色法 他就跟他讲 眼耳鼻舌身 把色法再开展出眼耳鼻舌身 然后色身相恶处 要把色法开展成十个 那喜法一样有的 义法跟法成 义根跟法成 就是谈十八戒 那在谈十八戒 从原本律师的生命 然后加一个 这个掩饰耳鼻舌 就是六十 六根六成加六十就是十八戒 来说明 那各位你看看 我们的 这个心经 两百六十个 早就把佛法的总纲 全部讲完了 无眼界难至无意识界 无物明乃至无物明清 这样把这一点都讲了 从这个 色及时空 空及时色 他整个的心经 就是扛这些内容 也没有离开这些内容 我想我们这个月还有几堂课 用几个时间把这个油通品讲 我想就利用了两堂课或三堂课的时间 比较简要跟个人介绍我们这个心经 心经两三堂课要讲很不容易 但是尽量的 所以 他那个名相很多 他开展出来的那个法益 很多很多 我想以后再跟各位慢慢来分享 好 你说 要跟众生讲法 要先举三科法门 然后动用三十六对 三十六对就是世间 简教的来说有三十六对就是相对待 生对灭 民对案 就是这一类的 就是待会呢在这个经文里面会提到 那世间呢 有种种的不同的方法 和法门 那其实相对待的也不止只有三十六对 但是简单而讲 你不看这三十六对 大概都可以的 要能够详细的说明清楚 那你如果要开展更多 当然也是有 也是有 那只要这三十六对 你能够掌握得住 大概就很清楚了 世间现象就是这样 好 他说先举三科法门 动用三十六对 了解了这个三科法门 然后运用三十六对来怎么样 来解说 来解说 出莫及离良篇 不要落入两篇 出莫及离良篇 说一切法 莫离自信 你讲解一切法 都不能离开自信而说 离于自信而说的法 就非正法 所以切法不能自信所生 所以 假如他说 忽有人问如法 假如有人问你法呢 问你佛法的话呢 那我们要怎么办呢 我们必须要怎么样 出于双观 出于尽双 对吗 你以于话讲出来的时候 你不能够干 你落入任何一边 你落入有 你就执着有 落入也执着有 所以你知道 出于尽双 就是让两边都同时怎么样 几面 我落入两边 我讲一个笑话 一个公安 大概都可以比较尽双 这个其实是这样 很多事情不一定要按部做办 离中的修行 尤其六五大师那种 顿法人都是这样 不安排你出牌 那我们一种 很超越的不落入两边 有一个消耗物事 有一个农夫养猪 起低的 他养了好几年 那有一天 有一个年轻人 请谁都怕你不带 就特地的来访问他 请这个农夫说 你这个猪平常你都养什么 你都喂他什么吃 他说就这样 他教你吃完的东西 剩下的东西就给他吃 他脚噴了 直接搜索 就是这样 我就讲了 他平常就这样 那这一位年轻人就说 啊 糟糕了 我要罚你钱 为什么要罚我钱 因为我是本社区的全民健康 全民健康局的这个特派员 你把这个你这个 营养不良的东西给猪吃 猪以后是要给人吃 今天被人体是有害的 所以我必须罚你钱 你觉得莫名其妙 就被罚了十万块了 很糊里糊涂就被罚了钱 结果又过了一段时间 大概三个月过 我就应该一个人来问他 说这个农夫啊 你钱吗 你这个猪平常你都 你能吃什么 没有啊 我就 吃虚气 吃海鲜 哇 这个人很大一点 什么 吃这么好 我要罚你钱 为什么 我是国际这个粮食局的特派员 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一 你自己的人都在饿肚子 你竟然你的猪吃这么好 吃虚气跟吃海鲜 哇 这个太超过了 你就被罚钱了 吃虚好坏 吃虚坏好坏 哇 这个农夫人就被烤倒了 第三次 第三次 派人来问他们说 你这个猪平常都吃什么 你想吃这个农夫 假如是你 你要怎么回答 吃虚了 吃虚了 我农夫很聪明 说我没有啊 我就一天拿十块钱给他 做什么吃什么自己买 这就是禅宗的智慧 太妙了你知道吗 你怎么讲这样也罚 吃虚了 我干脆我一天拿十块给他 他要吃虚了他自己买 他要不要买 他都不买多钱 他就是这一语讲出 就刚才你知道吗 你讲一下 好像摸不着边 但是他讲出 他有回答你答案吗 他平常是 我拿狐乖全面 他要吃什么自己买 但是这个经验是怎么样 是从前面两个经验才过得的 不是一开始就会了 是因为人生有这样的一个历练过 到最后磨合出一个智慧经验的累积 你绝对不能跳脱这一些 但是 又主大师在这里 你在教导众生 甚至你在回应众生一些问题的时候 你不能绝对支持哪一个人 或者哪一个人 对错于我 可是必须非常明确告诉他 你落入哪一个人 就好比 你吃这个我们吃剩下的饭菜 厨语也不对 吃太好也不对 但是我一天拿十块钱给他 他说总可以吧 这个第三个 你这个问题我没报了 花你钱 就这样过贯 他就自从自己买嘛 因为他自己需要花什么 在禅宗里面也是 当我们在问一个问题 也很多问题是要在共识之下 才能够做处理的嘛 共同一个认知 认识的前提之下 才可以讨论事情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 环保的问题 那大家在座的就是 对环保有热忱 甚至关心的人 才可以答问题 你不能来跟我们看政治 他可能差太久 或者哪 根本没办法 讨论出一个结果来 因为哪 没有一个共识 那我们现在 有人在问佛法 我们之后要非常清楚 我们到这种 问佛法这个共识 是要解决他的问题 解决他的问题 解决他的问题 就离不开五一十二六十八戒 所以既然是要处理 要解决人之所以 种种的这些问题 困惑 不能跳在这个人来谈的啊 是可以答问题 所以六五大师就在那里 如果有人问 你这样的 语出敬业 出与敬双 接取法 取法取这个三个个法的内容 你就了解众生 他比较执着的是哪一类的 那你在什么 为他们解消一些问题 所以接取法来去相应 来去相应来的 就是了解他们 彼此之间的怎么样 的因缘关系 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 他们在问我们 很多事情是有因有连 然后等于这股 就会突然蹦出来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听 人家跟我们讲什么事情 就说我去跟你讲 这个某某人对我怎么样 大概你会跟他全盘讲出 全部的内容吗 还是你只能讲对你有利的 听这种意思 所以当我们在听人家讲一句话的时候 或者人家在跟你谈什么事情的时候 也不能我们 就马上就要完全采信 也不能完全不相信 在佛法的修行角度上 我们必须要很平静的去了解 他的来龙区 也就是说那来去相应 是什么因缘才能帮助他 所以佛法绝对不是一因一缘独立存在 他必须 他绝对是有因有缘 而有因有缘就没有所谓的对错 也没有所谓的什么对错 他就是这个因因导致这个缘 那我们现在这样 要处理这件事情 我们就回归到这个因缘的角度去处理它 事情有什么对错吗 我们也不断的在世界上就是争取一个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当初我们任何对的 两年或三年或录录就是对了 像佛琪 小孩子上学读书 做做事情 老师体罚他半蹲 像我小学常常被老师把半蹲 不乖到老师他别不会坐 现在可以这样吗 可能就要上媒体了 没有带我头 早期这样老师在交叉的时候 家长都还要跟老师谢谢 你这么欢心跟照我的孩子 你现在假如孩子去跟 现在的 去跟家长讲说 老师处罚我 哇 你去好好的毕丁 卓士金飞 那为什么这样 是人的问题吗 他绝对有他们的因缘 所以当我们在了解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可以了解他们来去想 人家在问我们的问题我们会了解 所以不能怎么样 很囊目的 人家讲什么就顺德什么 或者就是完全的法 否论什么 必须要很客观 那在 身为佛弟子来我们所说的就是要很理智 你很理智你才不不了解很因缘的 哪里去哪 才不会迷失 所以很多事情常常在鼓励自己 很多事情是因地就要转 你不能让这个事情发生才来后悔 因地就要转 你不要让那个因的那 不断的再种植下去 上的因要做这个因就要去除掉 所以他这里有提到很多事情来 来去相应 究竟恶法清楚才能够怎么样 究竟恶法 这恶法就是相对带着发展的 才能够断除清洁 你才不会落入两边 还是会落入两边 所以更无怎么样 去除 就更无去除 就更没有所谓的 可以怎么样 立足所谓揽拙的地方 更无去除就是没有可以揽拙的地方 这个没有揽拙的地方 就是所谓真正的重放之下 不立两边 不拙两边 中造自然陷阱 中造自然陷阱 这是 事情本来就是这样 没有相对待 你对世界的群职 没有所谓的有无的对待 那自然这个 中造实现的真理自然就陷阱 那一开始六祖大师 跟我们讲这个三科 三十六祖 这是讲一个什么 一个规矩 一个理则 那换成此 假如我们是一个侵法者 我们自己要很清楚 当我们有请教上知识的时候 上知识给我们回答的 似乎是符合这样的一个内容 符合得光我们可以来接受 如果已经偏离了 那可能我们自己要怎么样 可以审慎的思考 但是我们如何的去了解到 他所说法的内容 是符合这三科 这三十六对 首先 我们自己的立场要很肯定的 当你在说问法的时候 在请法的时候 你不要去预设一个立场 甚至预设我想要的答案 比如说我在跟你讲说 刚刚某某人对我怎么样 他很坏很坏 我现在要跟你讲 那我就预设一个答案 需要你骂他给我听 那这样就很不客观了 是错的 我只是告诉你这件事情 那至于你怎么猜测 你也应该很客观的去接受这件事情 那你刚刚就是对你不礼骂 所以人家对你讲话 比较大声一点 有因有缘才会有导致这个问题 所以当我们在请法的时候 也不要预设一个立场 或者去预设他就是怎么样的人 这个就是什么 我们所谓的执着 我们什么国家 这个能够跳海的话 我们来学武 真的很容易 我们最难免降服的就是 那个根深蒂固的巨生螺子 我认为就是这样 很难去改变 所以很多事情要抛开的时候 他们要抛开的那么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 我们很多事情都是 处于在这个自我意识的这种抉择的时候 怎么样 失去了方向 佛法本来一个最高的理则就是谈众生平等 众生平等 是人能皆可以修行成就 不管是男众女众 不管是比丘比丘女 也不管是在家出家 谁都可以应该怎么样 透过正法的修行之后 过着究竟的结果 竟然是在这样的一个前提平等之下 有没有所谓的男尊女卑的问题 就没有这个问题 而为什么会有去执着说 男尊女卑是来自于我自我意识 我认为你们看不起我 我认为你们这种事情是在怎么样 要把我架空 所以我感受到我被尊重 我们往往忽略了佛陀 早期制定一些戒法 来告诉我们怎么去修行那个精神 而这个精神呢 他绝对不是要去秉低谁 来呈现出谁比到尊贵 而是谁比到尊贵 而是谁比到尊贵 绝对不对 因为在一个前提 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众生本来是败 但是他这个制戒因缘 会让我们感受到比丘就250条件 比丘你就500条件 多了这么多的戒法 各位要清楚 我的最根本精神是要让这个身权 能够正常的运转 这么多条的戒法 反而是保护了我们更多更多的权力 才会能够上升 所以他这个权力是能够让这个反正常的运转 他绝对不是来比较 绝对不是比较 让他一个比较 甚至来控制怎么样的一件事情 是绝对是要发败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类的说法 他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自我不是太强烈 看起来好像是所谓的 所谓的这个所谓的 没有争议感 可是这个争议感是要来自于 这个佛佛的 无我无私的精神 才是真正的证明他 像佛佛这样 直卑一切众生 他舍离了 连他当副克当国王的机会 他都没做 他也是跟着 出家比丘里面去脱波起始 或者困困的生活 他没有做得很大力 他有没有 因为他是 曾经当过太子 要求跟比丘住的房间都不一样 没有 没有 脱波起始 这才是真正的所谓的平等价值 他要求 比丘我们该怎么生活 他也自己必须这么生活 而没有说他特别就怎么样 就是 比较特别独立 跟大众不同 因此在这样的一个 观念里面 在这个观念里面 在流通 在六祖大师的这个流通底里面 很多就是告诉我们 你怎么要去判别清楚观念 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 你的观念 你的认知 你的认为 正确的话 你走出来的路 绝对是会正确的 你的认知 认为 但错了 那很容易就怎么 行为就偏差了 我这个认知里面 有一个所谓的意念 念 可是我们这个意念 认知 不断的 出现 这个 我们现在在学习魔法 很多很多的障碍 我发现到很多的问题是来自 你的自我仪式 还有这个预设立场 预设的一些答案 而让自己怎样 陷入在这个困境当中 因为反乐要不要发现的事情 简单讲就是 要不要发现都反乐定解 那为什么要这样 就是因为智慧还没有到达到哪一个程度 才会有这种的困惑 当你智慧有到达到哪一个境界层 你就不会因此而迷失 就是简单的 还是这样的 那众生之所以需要有明灯 需要有三知识的引导 就是因为众生还在迷茫的时候 需要有明灯来指引 这个明灯他自己本身就不能迷失了 所以六指大师才这么深切的 找起他的弟子跟他讲 有后你们都要住职一方 假如他们住职一方都没有把政法 守护得好 你说他们下一代弟子还能够守护得好 就为什么变成了 所以这个是 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警训教育 好 所以六指大师说 回答人家问题 要了解他们来去向 每个人来去的这个因缘 必须要了解 不能怎么样 万断定论 世间人就这样 很多事情在那边 看这个儿子就生这个儿子 看这个儿子就开钱了 就是这样 有没有 乱下断言 就导致了这个 种种的风波 让自己不平静 让这个生活不平静 让很多很多的事情都不平静 好 那这个为什么这样 就是还不是回归到人的问题 所以佛陀要告诉我们 处理人的问题 所以在 扎含经里面谈的就是 以人为本的佛法 那六指大师在这里要教导我们 来 让我们再看下一道 三颗法门者 就是 印戒路 也就是所谓的兵处戒 印就是五音 色受想行事 路呢 就是十二路 外六层色身相略处法 还有内六满就是 原有鼻舌 因为佛法讲这个六层 四身相略处法 这个厂 很干啊 四身相略处法 还有我们六满 原有鼻舌 加起来就是十二路 那十二路又称为这个 在佛法里面 运处子 都称得什么 十二虫 他也称为十二路 那这个十二路的 他的这个是什么 是虫 六根 是所谓的六根 我们称为六根 对不对 但是他是 翻译为六满 满呢 对不对 对不对 那 以我们现在 满盆的时候其实有火爹嘛 你要进去就是进入的意思 外面的层 外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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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门 那外面的境界 进入啦 所以他从这里翻译为什么 满路 这个地方呢 外面都可以称为是处 那我们很多事情要处理就是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们的眼 对色 是眼睛先看到东西还是东西跑进去啊 对对对对对 跟修行有关系的 其实我没闷耗 眼睛看到外面还是外面的东西跑进去给你看到 跑到来你里面去 我做一切都很大 佛法里面他其实这个意思 很讲清楚 外面的东西 我们还有一个心 原有彼此的生意 有一个意识 意识就是认知分别 认知的一个作用 他认知分别的作用 眼睛看上去 他看到这是什么东西 看到什么东西 他反射进去了 通过经验的累计 告诉他 这个就是椅子 他本来只是认知清楚 就是这个形状的人 为什么知道他是椅子 是因为生活累积高 这个样子就在这个椅子 然后马上来到处理他 所以他的这个插那间很快 那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譬如说人家骂你一句话 你听到本来只是声音 有人人家骂你 或者人家赞叹你 有人人家赞叹你 哇你讲回好庄严 被听到 本来他的声音 只是感应到声音 但是你会分 你会去了解说 他在告诉你 你长得很重点是怎么样 是你今天累积高 他在赞叹你 当他当你吸收到 他是在赞叹你的时候 你内心的那个曲 是懒卓的 是高兴的 还是觉得 什么样的一个动作 那就是你的静静 那个时候 那个就是所谓的静静 你的静静往上 被考验不动 有人在震叹你 哇你买惊就惹惹了 惹到就要败惹了 那你大概就 哎呦 我笑 我拔一叹 我说你过来就这样 那他假如如如如不动 我只是做 我应该做的事情 人家自然间攻击 在最平凡 最平常的事情 你能够做得到最平常的事情 人家就攻击 所以他们就是经济 所以你看 佛法他们就是这些现象经济 这些现象经济的事情 能够处理的好 我们称为他 谈我们这 那我们来看 这个简单来谈 应该知道了 我们在 有时间在介绍信经的时候 可能会会比较多一点时间来谈 那说来 那六四是什么 六成六门六四交减 都属于十八戒 戒就是十八戒的六成 外六成内六门 他有这个六四 我们家里有十八戒 自信能喊万法 民喊丧事 这个自信能喊常万法 在 比较后期的维世学里面称它为阿赖烈斯 又称为常事 他就好比一个仓库 能够喊常万法 又称为常事 那在 翻例上又称为阿赖烈斯 阿赖烈斯 又是我们的知识 所以 这个自信能喊万法 民喊常事 能起失量 即是转世 他能起失量就是刚刚讲的分点 这个是什么 声音 这个是颜色 这个是什么 神的知识起的作用 能起失量 这个作用 即是什么 转世 声六四出六门见六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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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谈这位阿赖烈 这是什么 所以 声六四出六门见六尘 如是十八阶 皆从自信起用 都离不开自信 所以我们要想有其信 哪一个心 就是这里谈的 自信 好 所以 十八阶 皆从自信起用 自信若写 起十八阶 自信若振 起十八阵 所以你们这个自信的功能 他会大好 所以你内心没有贪生痴 你怎么会去感应到外面的贪生痴 对不对 所以这个自信若振 就起十八阵 若恶用即众生用 善用即佛用 用 用 有何等 有自信 你用到底是到什么样的程度 是有自信来怎么样 来呈现出来 所以你这个自信协用 就知道就是什么 与学感应 他自己谈的这个自信 所以他的心念 那个 那个 要转世层次 所以他们一个转世 所以他们一个转世 很多的转世层次 自信都起什么作用 你大概境界就是什么进境 举一个公案 确实有一位 有一位残师 跟 跟他的几位弟子 外出 然后有一天去坐船 坐船 坐船那天的 这个 气候非常的良好 那个海水 河水 河水 那天游湖 坐船 游湖 那个 河水 非常非常的清准干净 那天气候又好 那几位弟子 就跟师父讲 师父啊 今天的气候 非常的好 海水又非常的干净 河水非常的干净 让我想起 这样的一个转 就想起到这个 这个山葵花 就是很漂亮的花 让他想起这个山葵花 很漂亮 那时候就跟师父 是这样的 他说 假如这个湖水 再长一点更好 弟子就觉得 哎呀呀 那湖水这么干净 不是很好 为什么稍微脏一点更好 他说 假如湖水再长一点 我可以看得到莲花 他那个太干净了 长不出莲花 医境马上转了 你想到的是这个医境 他想的是另一个医境 这就是 这就是 同一个境界 同一个 同一个 一个环境当中 他的势所转出的 为什么老潘师说 湖水再稍微 再稍微 浊一点更好 他在 说明了一个人生 没有一帆风顺的 没有永远都这么清澈的湖水 人生走过种种的波折 你参透 透过潜水百炼 淬炼出一个 有智慧的人生 人生谁都想一帆风顺 可是人生 少有人一帆风顺 是不是 所以那个 老潘师就没有讲 假如这个湖水 如果再稍微走一点 我就可以看得到莲花 一个人没有经过 千水百炼 哪里值得人家的经济 比如说现在的年轻人很多人 这个 都受到这个 上一代的这个加持 好像 不用这么样的受苦受累 可是他们得到那个 那个薪俊跟 上一代的 他们那个 对于保护家产事业的那种 心量 觉得怎么样 大不相同 大不相同 就是这样 有没有 有没有经过磨练 所以这个老潘师 他看到了湖水 同样是一样 同样在坐船 看到了湖水 可是他可以马上了解到 人生的这个因缘 转成 企合的一个 训练过程 可是湖水再稍微走一点 那更好 地址认为 为什么 湖水干净不是最好 还要走一点 天下之意是在告诉国王的人生 我当时看到这一个公案 我觉得蛮难过 一个修行者 他就是能够非常明确的明白 不管 不管在乱难的时候 他绝对不会迷失那种事情 看到不错 绝对希望感情 我们也希望人生是 真的是我们说一帆工作 甚至得到更多人给我们的掌声 但是我们又不知道 你要得到 更多人给你掌声 你必须面对多少的考验 那个掌声才能够想起来 你绝对不是屏蔽就用各种掌声来 一个修行的成就 像洛主大师 他的成就 我们现在看到他这样的一个智慧 非常的了不起 可是他是躲过多少的灾难 躲到老的 那个野人堆里面 躲到山上里面 人家甚至闯到他的疗坊 然后只要砍他 所以你修行 你要记住要内修外活 但是内修就是 内在的那个智慧已经很安然 要顺路紧张 所以这是必要的那个智慧 他会破坏啊 法水的这种洗衣啊 他能够一天一天的滋涨那个 我们的这个所谓的 佛法的智慧 佛法的智慧 好 那我们再来看 所以智慧 智慧 智慧 弱邪 就起十八邪 智慧 智慧 弱正 就起十八正 起十八正 这是 相对的 相对的 那问题是我们这个智慧如何保持正面啊 如何保持正面啊 这个是下面我们来看看 这个智慧的大师怎么来跟我们来讲 回答这个问题 你们看到 下一页 四百四十一页这个新闻 他说 对法外境 无情无对 天与地对 这盘的是三十六对的 前面介绍的这个三颗 这个运入戒 运入戒 那现在要谈的是三十六对 哪三十六对 他说 对法外境无情无对 他所谓的天与地对 日与乐对 云与岸对 因与岸对 所以当我们在谈天的时候 我们其实背有一个 一个音乐在哪 在谈 有一个地的观念 才有所谓天的观念 当我们在谈智的时候 相对有一个乐的观念 当我们在说明 就有一个暗的观念 就是说明 明是什么样子 明是什么样子 没有的黑暗就是光明 那请问什么叫黑暗 失去了光明 就叫黑暗 是我们讲光明 就了解的是因为黑暗的失去 当我们在说明黑暗的时候 是因为失去了光明 才讲黑暗 所以他就是哪 所有的 相对在世间 我们认为一个事情都是相对待的 都是相对待的 好 那义与阳对 那我们所谓渔火对 好 此是什么 五对 就是天地无情的五对 这个是所谓的外境无情的五对 好 法相语言十二对 语言 语与法 与汉法对 有汉无对 有色与无色对 有香与无香对 有肉与无肉对 色与空对 动与进对 轻与夺对 反与顺对 俗与顺对 俗与顺对 老与上对 大与小对 神四十二对 世间就是这一些 以外这一些 外境就是这一些 那 此十二对也 那自信启用十九对 这谈自信 我们自信启用 就是我们内心里面的一些作品 长与短 长与短对 邪与正对 诗与会对 予与智对 亂与异对 识与毒对 戒与非对 子与趋对 死与虚对 邪与贫对 邪与贫对 烦恼与菩提对 常与无常对 恶与害对 习与称对 舌与坚对 静与退对 身与灭对 法圣与色圣对 化圣与暴圣对 此十九度也 自信启用 那佛法谈的大概就是这些内容 这三十六对能够运用自主 他可以怎么样 变财无赖 真的可以变财无赖 那这三十六对 我们来看看 他这个说明 他里面说的蛮详细的 带着各位来稍微了解一下 这三颗法文里说 现在说明这三十六对 三十六对 你看第一个天与地对 有没有看到 这四百四十列这个 远白法师的解说这里 世人常说 常说生于天地之间 所以有所谓的天地一对 天是高高在上的 你现在说的是指什么 围绕地球 摩掠之月星辰的空间 第一次就是地球 现在说太阳是一个九行星之路 也就是我们人所居住的地方 没有了大地为人所住 人就无从生存 所以地能载合一切 天能能复印一切 所以亲人无情参合 能够存在 所以成为天与地对 假如这个天和地 没有这个空间 如果我们人根本没办法居住 地 我们人是在这个地表面上 天就是这个太阳系 这个整个的空间 假如没有这个空间 没有这个所谓的相对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居住 那也因为这样就自然成为 天地一对 天地一对 这是所谓的 从外境上来谈的 第二个日语乐队 这个我们都比较清楚了 这不用多谈 第三个民与暗对 民内是一种的光亮 或者说光明 暗是讲黑暗 或是什么不光明 所以民暗是互相请夺的 有明时就没有了暗 有暗时就没有了明 所以民是人所喜欢的 有明可看的 所以要看的一切 都看不到一切 暗是人所厌恶的 民在暗中 不但看不到所有的东西 甚至怎样 会有危险的发生 所以这是民和暗对 那阴与阳对 万事万物都有阴阳相对待 所以已有结论 男性称为阴阳 女性称为阴阳 所以阴阳相对 这 satur engaging 所以我们所说地 阴阳阴阳最处有的 黑暗阴阳 但他们emark所谓火阳 所谓禹阳 我们看444在这里 诸法差别之相 如五蕴四大十二人路十八戒等 都可称为什么法相 诸诸法相 如用语言一一说出有点多 那现在只分了什么 十二类 十二对就是十二类 其实世间的法相都不多 多到不可数 那只是等它发分 一类一类的 所以语和法对 语就是我们讲的语言 世间的万有诸法 无一不以语言来说明 那法是什么 事物 语言来说明事物 语于法度 所以像国家 社会 宗教 团体 假如不用语言说出什么话 不用语言说出什么是说无法了解 就没办法了解 所以很多事情 你必须用语言来做说明 譬如说一个团体 必须有团体的主之章程 这主之章程 你不能只是讲的算了 必须用语言 语言包括文字也是语言 所以以语法对 语言法对 所以到了以语言来说出 事能参考什么 而且这个国家 社会 总统包括宗教 团体 语言语言诸如此类的法 假使没有语言 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呢 所以语言是来说明这个法 这个事物的事情 内容 所以语于法对 这是必须清楚的 所以我们再介绍一件事情 语言要讲得恰当 讲得好 所以那个很重要 虽然这是一对 但是这个一对 这个技巧 要摊得好 语言对法 假如没有摊得好 有一个笑话 一位先生 他碰到了溃症 他心情很低落 他就找了好几位朋友 在家里面 喝茶 泡茶 但是他们有一种 事后就喜欢搓烟 他因为烦恼意乃 是什么 搓烟的一根根的一根 一根根的一根 他太太就在 厨房里面在煮菜 煮菜煮菜 他过了大概一个小时 出来的时候看到 满桌子的这个烟灰 刚都是这个 烟壁 还一根 戳了一根 整根的一根 太太呢 为了要治疾他们 就讲 想自杀也找到一种方法 你煮菜也找另外一种方法 其实你为什么要用戳烟 但是 他讲这句话 让所有的气氛 只会更降硬 他为了要说明 你不要再从来伤害自己 但是你 但是不需要用说 用自杀也用那一种方式 因为他那时候的一个怎么样 心情低落的时候 你没有去鼓励他 甚至按捺他 你还用这种语言 去加爱他 他只会怎么样 肚子气 这个很恼火一起来 恐怕会打人 所以那位先生眼睛更大力 你的鼓励跳动 你就完了 有时候 你要说明一件事情 你要了解那个神解音 他讲得对 所以语对法来讲 你讲得不恰当 不恰当就也是不恰当的麻烦 所以 人与人之间 很多事情都来自语言的传播 语言的传播 如果 人家都嫌疑会嫌疑会生 是不是这样 嫌疑会嫌疑会生 所以这个语言和法对 人家对得恰当 所以 举这一个例子来讲 刚刚六读大师告诉我们 人家在问什么问题的时候 你必须要讲语言和法对 他讲的内容 当时的音源是怎么样 你必须明白 你才不会这样 落入了那个语言的间接里面 很明确的吧 所以人家在跟你讲 我昨天看到了什么事情 我们最怕 尤其像是我们在外面在讲课 最害怕就是人家动张群一样 本来讲的是一段话 可是被剪接之后就怎么样 就不像话了 真的是这样 很多法师 像我很注重 有一些长老法师在课堂上 他讲课 有些他会开放给人家录音 有些他不开放给人家录音 有些他不开放给人家录音 有些就碰过 有些长老人家就不开放给人家录音 后来我偏偏了解 间接知道 他的讲课内容被人家剪接过之后 下方冒出了很暗 他讲的内容是很正当的 可是被录音被剪接 甚至有些早期的那种卡式的那种 好像录音起来的并不是很明确 结果就被剪接了 师父怎么会讲这样 好 就怎么样 有问题 除非是什么 大家都很顺心 其实我们 不会有这个机会 是OK的 只是说有些人讲 因为他明气大 当然要很小心 我所知道的 就有几位法师 曾经受过这样的 像有些人现在在跟你讲话 你嘿 录音笔 谁生息带你也不知道 对不对 摸起来 不一样 现在的环境 整个的科技 所以师父在阿安记里面讲 政治 经济 宗教 文化 教育 没有一件事情是跟着人而设计的 不离不开人而设计 政治也是因为人才设计的 政治的管理方式 教育也因为人的问题 有产生的一个一套的教育方式 包括科学 包括很多很多的 世间的这种知识 都是因为人的产生 像电脑 也因为我们人的需要 发明的电话 现在更发明了手机 现在更发明了网络 这个无国际的那种空间 这些都是为了人的生活 而在那 我们加以开发 同样的 那我们回归到这个修行的方法的时候 然后呢 很多事情的这种相对待遇到我们的 都还是平静 面临种种的事情 考虑上的心的平静 是最需要的一个原则 像不管面临什么事情 都先让自己怎么样 心能够保持新的平静 很多人都可以 一旦这个心腹平静 那个 那个 母脸会拿起来 甚至 狗味不给那些人听 甚至讲过众生的人 甚至讲过什么 我都不知道了 讲过之后 我怎么说这样 我怎么这样 已经失控了 所以这个与对法是很重的 对的好 对到恰大好处 对到好 好 第一个是与与法对 所以语言是在说明很多很多 语言 你就是把 我只是把一件事情说明清楚就好 说很多事情就不要 因为这种虔诚太多了 第二 有与无对 是不是世间呢 这个法的存在 不论是存在什么东西 都说为有 有无 有无一边 说为没有 也就是所谓不存在 如是有相对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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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 这个书架本来在做伤 现在不见了 这个书架在哪 不见了 不见的时候呢 因为当直有 现在没有 那我们这个在世间的看法上 它就是所谓的一个圣灵现象 它就是一个生命 有就是生命的意思 好 好 再来第三个 有色与无色有 这是同样的在互相的相显对方的存在 如对有色何显无色 对无色何显有色 那佛法呢 以所著的一报来说 所谓的三界 欲、色、二界是有色的 那色界是 那无色界是什么 是无色的 所以欲界和色界是 那为什么有一个无色界 假如一开始谈三界 只告诉我们无色界 你们知道无色界在谈什么 绝对不知道无色界在说什么 那我们会知道有无色界 是因为有一个欲界 有一个色界 欲界、色界 所以他们都是有所谓的 四大 有比较粗的四大 那无色界是没有所谓什么 没有四大 无四大 那其实他也不是说没有四大 他是比较所谓的 细四大 比较微信 那比较粗的 是可以看得到的 这个是非作严 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是什么 细四大 所以无色界是对于 欲界和色界的 这个四大和说明到无色界 讲一开始 跟人讲说 无色界 随着我们查 那无色界要怎么去说明无色界 说明不出来 所以要讲解三界的时候 必须先从遇见色界 才能够说明到无色界 因为无色界刚好是 这些东西的不存在就是无色界 而且有色对无色 也是在谈这个三界的内容 对不对 有相对无相说 有相对无相 相是一种形态 一种相状相貌 就是形态的意思 外物没有人来 哪样 无奇形态 花草树木有花草树木的形态 珠玛牛羊有珠玛牛羊的形态 有违法 有形有相 不违法是怎么样 无形无相 这同样是什么相 都对弱的 所以什么法 什么形态是一样的 再来有肉和无肉 有肉就是烦 肉就是指烦恼 有肉就是有烦恼 无肉就是没有的烦恼 所以有肉是对无肉的说法 有肉就是还有烦恼 无肉就是没有的烦恼 那从这个肉 肉是指烦恼 因烦恼和肉落三界 你的有肉就有烦恼 反复在三界中流转 无肉是什么 断除了烦恼的人 如二成圣者以上 断除烦恼以后 为在弱路三界 转来转去里面的无肉 原本是无肉智慧 无肉他没有烦恼 那无肉是对有肉而出的 所以这个肉是相对待的 然后再来 色与空对 色是有形有相的 空是无形无相的 所以色空是互显缺毁 互显是指 因色显空 因空显色 所以众圣着色忽然是明 二成能着空同样是怎么样 众生就反忽然执着怎么样 执着这个色 执着这个世间 执着这个世间的物质 种种一切固然是明 那假如是二成能 二成能虽然是怎么样 心断除烦恼无弱人 但是他假如 二成能着空 执着了空 同样是什么 不是究竟解脱 不是究竟的安慰 是怎么样 法执 众生的是我执法执 反复呢二成 反复的是怎么样 我执法执 都怎么样 执着 我法执都执着 我执 二成能是怎么样 因为我执 他这个法执 反复是我执法执通通执着 二成能是怎么样 我执以不 但是呢 法执的还没有破 就是这个法执是哪 对于空的执着 那以理由我们现在简单来说 有些人啊 我们在生活的过程当中 有些人会面临着种种一种 讨厌境界 那面临着一些事情的处境的时候 有人会怎么样 离直气壮 得理不劳人 那得理不劳人的这种人 我们可以比喻什么 就好比什么 是二成能 他说的很有理 可是得理不劳人 其实这样也是怎么样 不过圆满 那能够比较圆满是哪 得理 老得理 他就怎么样 更为圆满 更为圆满 也让对方能够知道 能够 接受到那种慈悲的志愿 得理但是又能够老人 不像伯徒一样 提摩达东 屡次的破坏他 伤害他 他最后还原谅他 甚至还说明他 将会合一参国 合其都为大 对不对 所以最近在一些书举 去书举还有高铁站 还有一些书店里面的 这个畅销书里面 最近都常常 有看人家在卖一些 什么 原谅伤害玻璃的人 最近有好多这种书在卖 什么 好多种类似这样的 这种所谓的劝赏的一些书籍 不是畅销书 立志的书 我觉得 现在人 在智慧的开展之后 还蛮懂得去解消 自己生命上的烦恼 尤其他讲到句话 能够 原谅曾经伤害过你的人 你觉得 我记得这句话 我比较很熟悉 原来自己只有曾经讲过 真的 原谅曾经伤害过你的人 那就是能够得理道理 他在修行佛法的时候 蛮多的一种境界 都是相对待 你执着一边 你就相对的伤害到一边 那法子 的修行者 你那怎么样 破我子 他是他法子 不让你修行人 有些诸相法师 不是说他修行境界不过 是他怎么样 有一种怪骗 出家有些修行有些怪骗 他就是非得这样的 当然还在 还在无恋的修行 所以他就是 一定非得这样 对那个法子的执着很强烈 你能够更超越者 他以任何的一个现象 能够把 给你合身得度 底线合身 我会说 他是非常清楚了解 众生的需要 而去度化他 而他所视线的度化 不是自己被度 而是能够度他 他了解 当然是不同 但是 该坚持的时候要坚持 该委婉去度化众生 所以要委婉度化众生 而这些智慧是来自于 他对于 智慧明白 明白 就是没有的 没有所谓的愚痴缓 所以他非常清楚 这世间本能就是这样 你学行者也是 能够很清楚 了解到 他的缓闹情绪的状况 因此 自己在修行的时候 自己缓闹在哪里 你会想自己最清楚 自己最执着的是什么 自己最清楚 你能够说 你看我像这一条什么 你还想问自己 可是不是那个师父 那你自己知道 你的烦恼的时候 师父 我最执着的是什么 我该怎么解消这些烦恼 才是做的 那该怎么解消的时候 我们问了一个问题 要解决我们的烦恼的时候 那上次是 告诉我们解决烦恼的时候 师父 你说的我做不到 那你当初就是预设立场 很多人就是常常会问一些问题 说师父啊 我要怎么得到 你说 你说原谅他嘛 譬如说 刚刚被人家骂 骂我说师父啊 对 你说我该怎么办 那师父就 你就原谅他 不行啊 你不行就不要问你 这是不是很多很多矛盾的地方 他就是非别的 那你要回去打他打一打 才能够把事情解决吗 绝对不是 那一个上次是告诉你 你有烦恼说 师父我刚刚被人家欺负该怎么办 原谅他嘛 原谅他嘛 师父就跟你讲一个答案 也告诉你方法 原谅他嘛 那接下来是 你能不能够接受 原谅他的方法了 了解那些事吗 所以很多人都只想 不可怜我做不到 那就不用再谈了 人家问我问你 我回答他 你没办法接受 我就回答他 就没有下闻了 那你已经有预设答案了 再怎么说 是没办法解开 这个迷惑的 要连什么 那广广的 有时候我们是借进练习 真的 但是 像这一类的事情 有时候我们过一段时间 再告诉他 应该要怎么样解决 或者比较恰当的 这就是所谓的 学习法的时候 很多时候真的 人总是有心情低落起步的时候 那有人在引导的时候 我们要我们怎样的去牵人 我觉得这个法 好比就是我们 人啊 比如说脚受伤 脚受伤 要有个拐杖 来当你的补助 让人会怎么 走得长 让你脚伤好了 你拐杖就会变 那不要不是不理他 你要感恩他 把神经 陪伴着我 那种感恩 你是由衷的 那种内心 那种感恩 那件事情虽然已经结束了 摆杖也丢了 但是我感恩 这位上次是 把握着我 好比我们现在法师 念自在这个 就是佛给我们的智慧 没有佛这样的一个智慧的开展 我们哪里知道人生 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我们面临了很多很多的考验的时候 不要有假设性的答案 也不要有欲求性的欲查 先把自己的这个 很多的自我意识抛开之后 你参观 完全接受一个新的智慧 非常重要 尤其在打坐的时候 你要打坐的时候 你不要去医生 我一打坐 我就是 要有怎样的一个功力 要有怎样的一个成就好 吃轰满满满 你知道吗 太紧了 太紧张 那身体不能太松垮 说这个哪里进退的哪里 要怎么哪里 打坐的时候怎么做 那一个心情要怎样的心境 我刚刚提到 自信染邪就起十八邪 自信弱症就起十八症 你不要一打坐那个前面动力 哪一个动机 就很紧张 你不要打坐 我要做什么 为法而来 就很紧张 但是那个 那个是非常紧善 主不忍啊 我放你 主就不放你 那打坐是一定很紧张的 我们最怕休息 尤其在打坐 最怕是怎么样 习惯之后就懒散 完整就做嘛 大家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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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后也是这样 十年后也是这样 你也是又这样 你做了又都开始 你也是这样 那为什么这样 没有去调整那个心路 没有去调整 他觉得你 应该会有一个成长是怎么 一天一天感受到 那种进步的痕迹 包括念佛也是 包括经典也是 假如你今天不断的 在读诵经典 你如果那些贴贴 越读诵经典 越读诵经典 越没有智慧的时候 大概 你的心就跑掉 你已经被欲望充满 障瞒了你的内心世界了 你没有办法去接受佛给我们的教报 这很难 自然你就直接玩出来 那你假如这个 在读诵佛法的时候 尤其在读诵经典的时候 你发现他什么内心 有股的痴凉 甚至把你人生很多的问题都解决了 是因为 异常的欢喜 你会对读诵经典 会很耗耀 你绝对不会这样 确定很贵 打沙桌的 很不合理 那绝对是有障碍的 那些障碍要哪 要去克服 怎么去克服 从心内调整 从心内去调整 那绝对是可以调整过来的 好 那都是相对待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相对待的假如 就可以去解决了 很多很多 我们不知道有问题的 好 再下一个 动与进度 动 那就是运动或者变动 我们在经典中 他形容动的现象 那动的现象是什么 观诸法如流水灯燕 流水固然是插纳不住 灯燕同样是插纳不住 十几什么 插纳不住 就是实实在在的动 你说扑扑 扑扑也不要带风油 可是我们看的形状就是 好像是没有改革 那其实他就不断的在转动 不断的 我们的那个烦恼心念就像瀑布一样 没有停止下来再转动 他的瀑布有没有 其实他有在流动 我们的心念也是这样的 一直在流动 一直在流动 那在那个流动的时候 我们大概心在法是一个很冷静 我常常用冷静平静来说明 是要说明这个极灭的状态 那为什么不说极灭 这个太 太佛法化了 极灭 什么叫极灭好像 没有很深入 甚至对法医上有 有比较深刻了解 这个极灭是很难去感受的到的 但是我们用平静来形容他 的时候 冷静的去形容他的时候 是比较能够 比较能够切切去了解 原来这是什么的道理 所以我们面临了很多很多的境界考验 是能够保持一个难去 像佛一样 这种很极灭的一个状态 像 世尊有一次带过这个阿岸尊哲 还有五百弟子脱坡取食的时候 经过一个农地 那在这个 那个农地旁边 就刚刚 有一块这个黄金的砖块 就在旁边 世尊就这样走过去而已 那阿岸尊哲就 我挑战一下 那佛陀师又走过去就跟他讲 这个是毒蛇 那这个阿岸尊哲 明明的黄金是什么毒蛇 可是旁边的农夫就 有到阿世看的黄金没有空 他自己就捡走了 就带走了 结果怎么样 这个 佐教这个部队就开始 就是怎么样 哀家哀户的去查 因为国家的国库被人家 抱取 那已经找回 绝大部分就只插一块砖块 没有找回来 就全家的那样 全村庄的那样 还在那里去查去收 就是说 送出来就收到那个老婆家 这么巧 放过一块黄金的砖块 放过去国库刚好 一拜一拜 你就是 倒着 不是我捡到的很不可憐 咬那麼多了你牽著 就這樣子 他在那個時候就喊 然後我做了你說的 這個是毒蛇果然的 是不需要去面臨那種境界 才能說他是毒蛇 他就這樣走過去 那就是一種非常寂靜 非常平靜的一個智慧看到了 不懶著 他內心沒有的貪生 自然就回去看那個東西 就這樣走過去而已 那阿蘭准者是還沒有做進解脫 他只是瞄了一下 但是他很樂趣才做的 他只是瞄了一下 那個境界就不一樣了 那個龍夫是怎麼樣 你不來我可以就來 結果是怎麼樣 自己就說罪了 這是從一個心境去瞭解到 這是什麼這樣的一個中山中所人 境界現前那個冷靜 激靜的態度 那個智慧 絕對不會是先想一下 你我心想一下 我還要撤回 那再想一下就來人家了 那絕對不是在想 那可是這心公密是從哪裡來的 哪裡來的 是平常 自己就在不斷的在訓練自己的之後 從今天開始累積 慢慢的累積 所以是對你都要走過去 他有看到他不是沒看到 可是怎麼樣 外界任何一切都誘惑不了他 很實在的 好 那第八個 清於濁對 濁就是混濁 清就是這個沒有染濁 沒有染濁的 沒有染濁的 濁就是混濁 你現在所說的污染 也佛寶所說的這個過染 一般說污染 就是外界而已 如空氣的污染 水流的污染 环境的污染等等 那佛寶所說的過染 是內在的 如繁瑙過染 醉業過染 清淨 其實是清淨 世間說的是環境的清淨 身體的清淨 佛寶所說的是內心的清淨 佛祖的清淨 就像說的清淨 就是眾生淨 眾生淨就是什麼 佛祖淨 就是這種清淨 濁對 像自稱剛剛幾代的公案故事 就親近跟這個龍夫的這個攬招 就是直接的對應出來 就是直接的對待 第九 凡與聖對 凡就凡夫 聖就聖者 凡夫以佛法說的是不見實相的眾生 凡老為斷除的人 生死為解脫的人都是稱為眾生 凡老為斷 解脫未了 乃是講凡庸的師父 也是講凡庸 這個 也是所謂的凡庸潛世者流 深深的貪著欲樂的人 那大成一章有 談到的凡會生死 凡會生死 凡彼之管人 凡夫是嗜夫 凡夫而成夫 所以名為凡夫 持有是我人之別名 其實這個 他也是這麼用 這個大成一章是 就是以前的字典 早期的字典就是這樣 凡夫是怎麼解釋 就這樣解釋 解釋 因為我們現在來讀這種字典 怎麼樣 會看到沒有 大成一章就是 早期佛法的字典 其實我們現在的佛光詞典之類的 就是用大成一章 它有什麼 這個 裡面有好幾種 大成一章是屬於其中的一種 就像我們現在的詞典 所以現在佛光詞 整理這一套的佛光詞典 是從 教典理論裡面把它整合出來 都比較現代化的 來跟我們說 你說它比較詳細一點 而且它有參考 參考日本 有一些學者們的一些 著作 擺編的成果 好 再來 這個 菩提流之 他翻譯 他譯是什麼 毛道凡夫 真帝法生 他翻譯為 因而凡夫 極多 翻譯為 小而凡夫 對不對 這個 這個 看過這個三國圓列 常常都會 都會 什麼什麼 什麼小了 其實他就會講凡夫 所以這個都是 因為當時代的用語不同 當時代用語 那我們現在 大概 就因為接受了這麼多 朝代 這麼多時代的用語 所以我們現在都會 大概都叉叉叉叉一起來 也就是凡夫 也什麼春夫 小而 都是在談這些 為什麼 智慧未美的人 煩惱未斷 好 這些人都是顯示 無名煩惱 隨夜受暴 不得自在的 一生 聖是對凡我稱的 莫名為聖者 莫名 莫名出苦者 是通曉地理尊敬之稱 像這個聖摩家聖 聖榮術 聖如左 加一個聖字 好像聖官 聖官自在菩薩 都是 好 好 聖人 聖人 那以事實來講 是 只具有理智最高人格的人 沒有聽到 也知道 聖人 也知道 聖人 聖人 也知道 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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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胜者是七弦四胜 那大胜是说的三弦十胜 这个在年相上有一些说法不同 这个我们就不做反了 这个是阶位的不同 阶级的不同 这个各位假如要跟人家详细来读会去查查 我方词典论他们的内容 他用的蛮详细的 这个大概没有人会去记他 因为我们七弦四胜三弦十胜 十胜就是所谓的菩萨的十地 从翻喜地一直到法灵地 我们在拜的梁王山都会提到了 那第十个来是所谓的生和俗 生和俗 是出教和在家学活的 出教和在家 这个我们就比较知道 那第十一个是老与稍对 就是我们都清楚的 那第十二个大与小对 这个呢 这一些都是在说明的嘛 这十二对都是在说明 世间的法相 就是我们现在所认知的现象界 可以了解到的现象界 那佛法的说明都是不离开这些现象界来说明的 离开了现象界怎么说明佛法 很难说 根本没办法说清楚 所以他用现象界来说明 比如说明和暗 那我们为了要说明佛的智慧是圆满究竟的 那我们就用现象界来隐喻 来批语说 如同光明一样 光明的出现 就是黑暗的消失 那我们修行佛法能够获得佛的智慧 如同烦恼的消失 就如同光明出现黑暗的消失一样 所以用现象界来说明佛法的内容 所以世间很能讲批语就是这样 了解意思 所以佛法绝对是不会离开现象而已 所以佛法所说的内容是值得被检验的 假如所修行的内容无法被解验的 那是很奇怪的 所以今天看到这个报寺 这个设立是可以被检验的 讲说这个设立有强烈的公安 也不死 有一位 有一位禅师呢 他的弟子啊 也趋于跟人家请了佛陀的设立 回来供应 每天就拜 佛像不拜 每天拜设立 他这个师父就问他 你为什么每天拜设立啊 他说师父 这是高僧的设立啊 我拜他 我会有智慧 他说心了不起啊 佛像在旁边 大雄宝殿在旁边 他不拜 他拜设立 那为什么他要不 设立啊 是金刚不坏啊 他还会成长啊 我讲了一段这个师父 恶化不说 就到工具厢 拿铁锤就打了 设立金刚不坏 我铁锤一敲就坏了 不坏了 他姿势拉在什么 紫 紫 紫 所以我们就很容易 你知道 被现象的一些情况给迷失了 就导致想说 不做不白 他就拜黑了 那情况 那古代人说 那人甘不走 鬼甘高度众就是这样啊 人甘不走 鬼甘高度众 为什么 那个就是什么 那个 邪念 被穿了 所以那个老残师的交换 他根本就不用去跟弟子讲 这个设立啊 还会怎样 他直接就去火 这个铁锤拿来就敲了 为了破他就直接对近念心 就给他一打 哪里不坏 一看还有设立员也会坏啊 看了 对 哪里不会坏啊 你说这个设立啊 这个当然在说法上设立是一种 一种修行上有人会 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一个 网神灭盘啊 或者是缘吉啊 烧出设立 设立能不能代表修行成就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设立能代表一个人的修行成功以后 就真的能够等到设立 有了设立 有了设立 是不是等于 你的修行成就 等于或者不等吗 你修行成就绝对有设立 但是有设立不代表就一定是成就 有点意思吗 天天有没有天的表面 你修行成就绝对是可以有烧出设立的啦 但是你烧得出设立是不是就代表你修行真有成就 那一个时候 我爸爸往生的时候也烧出设立了 我那个我跟我大哥讲 爸爸你修出来啊 我都会知道啊 哪里是设立 我只是跟他开玩笑 又有设立呢 然后大家就想 哪里是设立 也不讨 那个时候 手术之后 装那个 钢铁螺的 不要被现象进去迷失 我们不能用社会去衡量一个人的一个境界人数 就绝对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 我觉得蛮可惜的 蛮可惜 那更可以凸显是什么 我们这个红发的这个法的传播 还不够可能 才有这么多简单 真的要再多推广一些政法政治见的那种成绩 我们才不会带一些无尽的这种性状 在受到伤害 还有自己在法律上的修行参观 明辨是非 我们有智慧参过去明辨是非才不会让 才不会迷失 才不会迷失 好 那 真棒 那今天就先谈到这里 那下个礼拜再慢慢来讲 我们下礼拜要谈的是属于自信方面的问题 自信方面的问题 那应该在下个礼拜 我就留个两个礼拜来讲解新闻课 有吗 对 好 那没问题我们等一下 请同志 愿与此功德 愿与此功德 不及于切 不及于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接共成佛道 接共成佛道 那 就像这样的一样 我等于众生 在家里的 就像这样的一样 感谢